各位雨雲家的家人們大家早 今天呢這支影片的開頭從哪裡開始呢 從我們在武林農場的第二天早上 那第二天早上要幹嘛 當然是要吃早餐 這包 大家記得嗎 上一路忘了被帶走的漢堡肉 我們等一下來做實在名字 那我們來吃早餐囉 它就是多剖了一個月的漢堡肉 現在我們要把它吃掉囉 今天圓圓小廚師說 他要做三明治給我們吃 我們一大早先用焚火台 來烤那個吐司 烤的酥酥脆脆的 現在要來組裝三明治了 好的我們現在呢要來組裝漢堡了 現在第一層是什麼 米奇老鼠酸茄 好然後第二層呢 漢堡肉 好第二層是漢堡肉 漢堡肉加阿嬤的肉鬆 好哇感覺很豐富的三明治耶 我來看一下 提示漢堡肉 嗯 米奇老鼠酸茄 好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來把它切一半對不對 請問小廚師你自己做三明治 你覺得好吃嗎 咚咚 讚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爬桃山瀑布OK嗎 嗯我們今天今天 OK 嘿嘿嘿嘿 這個成年人 做的 早餐 應該很有活力喔 將將 我們現在離開露營區 要去哪裡 要去挑戰 從來沒有挑戰成功過的 桃山瀑布 聽說來回要三個多小時 我如果走到一半就放棄 這也是正常的好嗎 因為我不是這麼勤勞的 哈哈 我不是登山系 那個登山系YouTuber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前進出發囉 跟我們一起去看看 然後啊 我們剛剛 傻傻的把車停在遙遠的150公里外的停車場 不過 武林山莊這裡的停車場好像也滿了 然後重點是這邊的櫻花開了耶 好 GOGOGO 這裡就是武林山莊 那要去爬桃山瀑布的話呢 建議要先來上洗手間 因為它 霧道中是沒有廁所的 這邊 我們現在就是在武林山莊 那等一下呢 過武林吊橋 看距離好像很近 其實 一點也不近 我怎麼這麼勤勞啊 我們準備出發 哇 哇 桃山瀑布我來了 現在講了那個萬丈雄志 然後等一下拍到一半就回家 有點丟臉 好啦 準備出發 那大家要記得喔 因為 這邊的話呢 就是比較乾燥一點喔 所以呢 絕對不要有火源喔 目前呢 走起來是一種 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它 現在都還是水泥步道 就是 前面 我們都還沒有走到武林吊橋 圓圓圓圓圓圓 你有信心嗎 沒有 哈哈哈哈 果然是我兒子 好啦 不行 我們一定要 對自己有自信 出發出發 好啦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過武林橋了 底下呢 就是七家灣溪 哪七家灣溪有什麼最重要的物種呢 大家知道嗎 直到他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呢 就是 我們的國寶魚 櫻花溝吻龜的故鄉 欸其實前面就看到一個瀑布啦 哇 好美的風景喔 等一下 真的 好 一過了武林橋之後呢 就有一個 小小的好漢坡 但是 是很舒服的步道 因為 很涼爽 走起來很涼爽 兩邊有很高很高的樹 啊感覺有芬多金的味道 耶 我們只剩下 三千八百公尺 對 只剩下三千八百公尺 我們已經走了五百公尺了 好啦 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步道啊 算還好 有人卡住了 因為他這兩旁都是香山 然後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然後 都有林影 所以 即使是夏天來走啊 也還好 不過因為這邊海拔 算是也是偏高的 所以走在 路上呢 還是會比較喘 然後 我們 帶了一根剪道樹 竹子 欸有差耶 就是有人拉 就會輕鬆很多 很舒服 欸沒人拉就 很疲倦啊 不行快點 趕快幫我拉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比較平的路了 走起來就比較輕鬆一點點 我們在走 桃山步道的 過程中 發現了兩隻好可愛的 你趕快錄影 這個是什麼啊 應該是 像大姐姐那個什麼雞 小雞 好可愛喔 你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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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欸他走出來了 他不怕人啊 哎呦 他們都有一對 經過了 將近 三十分鐘 我們終於走到 三千三百公尺處了 你看起來的確是需要 花這麼久的時間 好啦繼續加油 哇 都是走了 快要 一點多公里的我 後面 的小孩 已經在抱怨了 哈哈哈哈 但是 我相信 我們一定可以走到目的地的 桃山瀑布 別動 等我 欸 這邊 轉彎有一個涼亭欸 哇 太棒了太棒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應該 通常會蓋涼亭的地方 就是 一半 我們應該已經走一半了 又一根柱子了 對 又一根柱子了 就是 里程 我們又走五百公尺了 又邁進五百公尺了 又邁進五百公尺了 請問 陳遠遠先生 你在喝什麼 老虎牙子 你爬了 這一半的路 你的感想是什麼 哈哈哈哈 很安心 稍微休息之後 我們繼續出發 因為 聽說是不能坐下來太久 因為坐下來太久之後 就會不想走了 然後我們好不容易走了一千五百公尺 絕對不能放棄 一定要走到目的地 繼續前進 繼續前進 哇 我們終於剩下八百公尺了 我們走了多久了 我們走了 一個小時候四十分鐘 給大家看一下 八百公尺 幹嘛攻擊那個東西 走了 繼續出發 繼續出發 終於讓我們快走到了 現在這裡呢 要往瀑瀑前進的路 一路都是下坡 走起來 好輕鬆喔 令人感動的 最後 三百公尺 桃山瀑瀑 我來了 啊 我們 終於都到了 前面 就是傳說中的桃山瀑瀑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烟山瀑佑 總算讓我走到了 帶大家去看瀑瀑咯 大家來走這個桃山瀑布的時候 還要記得自備乾糧 因為我們來的時間呢 其實是中午的時間 接近中午的時間 對 所以我們有自己準備起司片 還有水果 還有水 這個很重要 然後啊 真的沿途是沒有洗手間的 所以要一直躲到終點才有 所以剛剛在武林山莊那邊去上廁所 也是一件一定要記得的事情 好 這邊呢 就是 就是抵達燕森瀑布前 有提供的休息區 然後還有廁所 整條步道為二的廁所 第一個是在武林山莊 大家一定要記得 走了將近兩個小時 前方終於讓我們看到桃山瀑布了 桃山瀑布 好美喔 我們去看看 可以 這張可以 這就是桃山瀑布的真面目 我們其實在標準內走到耶 就是他說單趟的話大概是兩個小時 那我們是10點16分抵達武林山莊 然後上了個洗手間 大概二十幾分的時候開始走 那我們剛剛抵達那個前方兩庭的時候呢 差不多是2點08分 所以其實我們實力就跟一般人一樣嘛 好 哦 總算讓我走到桃山瀑布了 以後又有多一件事情可以說嘴了 就是 我曾經走到桃山瀑布過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回程 回到武林山莊 好像還要再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GO 啊 我們上山的時候遇到地質 下山的時候又遇到地質了 好幸運喔 誤打誤撞 居然讓我找到辣梅園了 我們昨天啊 在那個遊客中心對面的梅花林 一直找不到辣梅園 原來辣梅在茶莊的隔壁 誒 辣梅啊 真的好香喔 難怪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 雪漆天晴朗 辣梅出廚香 誒 辣梅 大家仔細看 它真的很像上了一層辣的感覺 我運氣真是太好了 所以大家記得辣梅園是在茶莊的隔壁 辣梅 辣梅好香喔 這個就是辣梅 好可愛喔 它上面的花瓣真的很像裹了一個辣的感覺 一個辣 一層辣 這邊啊 有一個平台 下面呢 是七家灣西 這裡呢 聽說可以觀察到 櫻花勾吻龜 不過我每次來都沒有聽下來過 我也不確定能不能看到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先來看看 櫻花勾吻龜長什麼樣子 哇 十月中旬到十一月 是他們的繁殖期 它一生的壽命只有二到三年 嗯 我剛剛看到的那一隻是不是啊 我們去看看 這邊 圓圓 圓圓你有看到櫻花勾吻龜嗎 沒有 那不然那是什麼 不知道 那是有魚對不對 我覺得那是鮭魚耶 其實這裡面是有魚的 但是我們 我們真的奔不出來 它是不是櫻花勾吻龜 好像是喔 現在我們又回到露營區了 這個 這一條就是 在A1區旁邊的花海 不過我每次來好像都沒看到花海 這裡啊 昨天是很多猴子霸彈的地方 那我們去前面看看 這邊是望谷亭 哇 好壯觀的山脈 我背後 哇好美喔 真的 真不愧是 開了這麼久的車 來到了露營區 然後現在雖然陽光普照啊 可是其實 還蠻冷的 好啦我們要回去吃午餐了 現在已經是下午三點 我們去爬了桃山瀑布 沒想到這次可以走到終點耶 我還以為走到一半就要回家了 現在呢 煮午餐 我們現在要煮番茄牛肉麵 先來把番茄放下去滾 然後呢 要放麵囉 現在呢 我們先把高麗菜 還有番茄 然後跟麵 那我們用的麵是它可以不用燙過的 這個直接煮就可以了 然後等一下這邊都好了之後呢 再把牛肉放下去 我們就完成了番茄牛肉麵 好啦我們剛剛因為太晚吃 午餐把它變成一個下午茶嘛 變成下午茶了 所以其實我們晚上吃不太下 就打算簡單的煎了魚 然後跟燙個蝦子 就讓我們的晚餐囉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帶大家到桃山瀑布走一走 然後呢 明天 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呢 我們明天介紹武林農場的露營區 各區特色給大家看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上網追蹤 遠迷家的移動城堡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 即時吃喝玩樂的訊息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